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50集的节目 今天是6月7号 距离变形金刚第七集 在台湾上映刚好是一周年了 我很高兴去年能够看了这么一部 非常好看的变形金刚电影 尽管还是有人非常不喜欢 但是对我来说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里程碑作品 那我今天的话呢 刚好到长区的模型店走走 那看到布鲁克积木的这个幻影 在台湾也是能够买得到的 台币大概400出头一点点 也就是人民币差不多是100块钱左右吧 那我就当下的就立刻买了一个回来做纪念 我就想说怎么那么巧 就在这一周年的时候 那它一样是有一个地台的 贴纸还是有附上 那么这一次的地台附带的是蓝色的这种特效件 在店里头它也是可以做出一个分身的 这个效果的话还不赖 一层一层的 那我们来单独看一下 这个本体的部分 它里头一样是有一个发光的装置的 稍微敲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发光的效果 胸口的话呢 这里也有一个蓝色的透明件 隐约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光是能够透出来的 那么背后的话呢 有两个轮胎的造型 那这个轮胎这里的话呢 你用力去推 它其实是可以转的动的 这个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另外单独组装上去的部件 只是说这稍微偏紧 但是它的确设计程式可以转动的 那这一片部件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调整 那么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的这个造型的 目前因为只有官方推出它的玩具嘛 那不管是主线的呢 还是SS的话呢 在还原度上呢 都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所以说这一款布鲁克基木的话呢 因为Yolo Park也还没推出 它的这个可隆人偶 所以这款可隆是目前为止吧 就人形来说是最还原电影里头造型的 一款欢迎了啊 那么也很便宜了啊 细节的刻画呢 也是做得相当的不赖啊 那它得有一些替换的部件 首先的话呢 手掌的话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指 但这个手指的内部的话呢 给你做了一个偷胶空洞在这里 我意义不明啊 那么它也有附带这个可以替换的拳头 这个替换比较简单 然后你只要这样子 稍微腻的把它给掰开 然后就可以把它给弄出来 然后这个拳头里头有个洞 但是没有附武器给我们 另外它还有附带一个可以替换的手炮 那手炮装左手右手都是可以的啊 那在拔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地方拔 那我建议拔的时候呢 是先把手臂折一个90度 然后从这个地方 再来拔啊 这样子才能够锁定是这个地方松脱 如果你直接这样扯的话 有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松脱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失去了 装在这个手炮的这个支撑的一个转折的 好了 装上去之后的话呢 就有一个手炮的装置 那手炮当然是不会发光的啊 它唯一的发光体的话呢 是在身体的里头的 那这个造型的话呢 自然是没有什么好特别挑剔的啊 其实做的也是挺像的 价格也是相对来说啊 非常便宜的一款 桌上小物吧啊 那用来纪念这个冰淇淋缸 第七集上映一周年啊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 那就给各位做这么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